我们说女子戴自归中 还没出嫁之前 为嫁从妇 其实男孩也是一样 因为父亲 那点户口本上都写的户主 一般都是父亲 但是新时代的好像又不一样了 有事 就是这个男人要出来扛嘛 而且传统 前半年来 那都是男人出去工作 赚钱养家 那女人 往我家里面的事情 都不能缺 但是父亲 一说到事有什么事 尤其过去大家族 家族之长 那没有说女性的 那是少数民族 那是蛮夷之地 那是一些 比较 歪风 邪气 反正不是正统 连父亲社会 你还没来到 那不原始社会吗 五姓社会 我们不光是女孩 男孩也是这样 尤其男孩跟父亲之间 那种父亲 那种父爱如山 你看山它是静止的 而且不怒自卫的 他不需要讲话 甚至 那就厚厚的 最大的是你的靠山 所以说 反正是大的事情 都要跟父亲商量 小的事情 你要不要商量呢 你看女孩 细节比较在意这方面 擅长 那可以啊 都跟母亲交流 父亲就相对的 那个一点 那么 继嫁 就重复 女子的 女儿出嫁 这个婚礼现场 父亲是非常舍不得的 那在过去都是这样 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那人家给了你 嫁妆 那吃饿房存款 现在也是这个老习俗 但是 殊不知 这个女儿 包括她生的 就外孙了 外孙女 也就随了别人的心 你只是过年过节 偶尔才会回来 当然现在交通方面了 而且好像 女性地位高了 社会感觉上 有点不一样了 但是 基因传续的 那个外孙女 永远是父亲 这一只 永远是男孩 所以你嫁过去了 就要自己丈夫 嫁妻随鸡 嫁狗随狗 这句话很难听 一定不是男人说的 我让你嫁妻随鸡 嫁狗随狗 那代表我是鸡 我是狗 我什么都不是 那又要讲出这种话来 是不是很霸道的 如果是男人说的 那一定是嫁龙随龙 嫁狮子随狮子 哪有说自己是狗鸡的 那一定是女人说的 这个话 因为女人 她是认可这个话 长子随父 总之呢 这个男孩 都会慢慢长大 这个正光慢慢就变成钱光 就只成父业 我们挂礼上 自然 已经这个道理上 也是这么说的 那就很自然而然的 她就成为了新的一家之处 凡是丈夫 一丈之内 就是她的地盘 你就跟着她商量 就在尊重她 给她面子 男人需要的 其实不多 这是表面的面子 然后剩下的 就是担当跟责任 那遇到事 你把她衬托起来 苦活累活 费心的 全是她来做 那女人如果想得开这个 真的能一柔可当